郭文貴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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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要堅定自己加入警隊的初心 就是要維護法紀 和完成隨暴安良這個莊嚴使命 過去數月 有激進示威者 目無法紀 肆意破壞公共財物 嘔打市民 我們在磚頭橫飛的環境之下 挺身而出 面對的是暴徒公然襲擊 向我們投襲汽油彈 在網上網下 作出起底和謾罵威嚇 雖然是這樣 我們沒有忘記入職時的誓言 面對與日俱爭的暴力 依舊能夠無畏無懼去執行我們的職務 並以恢復社會秩序為己任 我雖然即將退休 但我的心 永遠與香港警察聯繫在一起 你們是警隊的新一代 要堅定信念 光明磊落 和保持信心 為香港 為警隊 共同抱出新的一頁